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这么一个视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强烈推荐购买这款游戏 那么作为一个足球经理这个系列的骨灰级玩家 我是从他当年还叫冠军足球经理的时候就开始追随了 我还可以骄傲的跟大家说 我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盗版 跟去年不同的地方啊 那个Sports Interactive 他通过了一个大概是一分钟时长的一个没有评论 然后那个节奏非常快的一个视频 他发布了游戏的新特性 那从这个视频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了 那么然后在几天后 他又发了一些带有评论的比较长的视频来介绍这个游戏 所以接下来的几周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信息被发布 从目前我们得到的这些信息来看呢 足球经理2021的新增的功能和游戏升级 让这款游戏变得更加的有深度了 也更加真实了 2021它可以让你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球队管理的体验 可能有的玩家还没有意识到啊 真实世界的足坛一些从业者里头 几乎对这个游戏来说也是人手一份 全世界最著名的教练可能也会在这个游戏里头去模拟他的战术 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2021有哪些地方有更新比较大的更新啊 随后我会跟大家仔细的去介绍这些更新 那么这款游戏它今年的更新最主要的主打的 也就是说它最开始强调的是 它比赛的AI智能上做了大的改进 虽然它每年都说在这场上有一些改进 但是今年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等一会稍后我会跟大家详细去说 然后呢比赛日的体验呢也被增强了 还增加了一些比方说全新的这种比赛分析模块 然后媒体对话功能更加真实了 然后互动对话的这种也被重新设计了 然后赛季末的体验得到增强 另外球队列表这个外观也有一些改进 那我们先看一下比赛智能引擎AI的改进啊 这位官方称为关键新增的内容 也就是key new edition 引擎AI人工智能进行许多的改进 让球员比方在场上的动作啊 感觉更加难以预测 也更加流畅了 他后台的算法啊 在这个球员在场上的决策的过程中 也可以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深度 然后呢让他们在临场的这个动作更加真实 包括这个动作的新变化 然后完善的盯人的这个防守系统 以往游戏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可能就是说在程序的后台的算法 也就是说比如说球来了 那球员只有一套处理球的这个机制 然后防守和进攻稍显的有些那么 循规蹈矩 那是以往的游戏的样子 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比方说啊中场球员我们可以看到 他增加了一些预判的效果 然后呢守门员也不是在那傻站等球过来 然后呢他还还对这个每个每个球员 在场上增加了一些比方对周围环境的一些判断 比方说啊举个例子防守的时候 比方一个防守队员正在防守对方进攻的一个球员 这时候他突然决定要去防守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可能从边上插过来的这个队员了 那他会把他盯人的这个目标 这个职责传递给他临近的队友 说我去盯那个人了 你过来帮我盯这个人 我们这回在游戏里也是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那进攻方你也可以看到在前程增加了很多这种跑动 创造机会拉开空档的这些东西 所以那我说到这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 比赛日的体验 我们今年有一些改进 2021啊改进了比赛日 现在呢每场比赛都贴近更加真实的这种体验了 那比方说赛前训练啊战术设置啊 对手的信息啊助理教练的建议啊 以赛后的统计他这些方面全都得到了增强 在战术洞察力上 游戏引擎呢也做了一些增强 球队的报告和对手的报告数据 这些这些分析啊 其实呢全都被重新做了 你能在每场比赛针对这些信息 然后呢去做一些预设的战术进行微调 以前你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使用一套 或者几套固定的战术打天下 那现在你可以通过每场比赛开始 然后呢针对这些不同的信息做一些微调 那你可以通过打开的一个 弹出的一个菜单在屏幕下头 看到比赛人员的列表 还可以看到这个新的 就比方说绿色啊黄色啊红色啊 这种新型图案 它其实就是观察球员的身体状况 然后你还可以决定 正在进行的比赛的时候 这些人这些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或者说状态 然后去决定是不是要把它换下来 那按照官方的说法呢 比赛UI本身已经被完全的 这个改型或者现代化了 游戏的界面会以玩家为作为主导 那让玩家去全面去了解比赛的进展 游戏在画面上有特别大的改进 包括改进玩家的这个模型 然后改进了这个动画系统 还有照明系统等等 然后这回2021呢 引进了这种全新的比赛分析模式 Sports Interactive和Size Sport 联手推出了更高级的游戏功能 你现在就可以比以往更详细的去管理游戏数据了 在数据分析上呢 你就可以更贴近专业人士的体验 然后呢 比赛以后呢 有一些摘要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比赛的一个完整的描述报告 比如说新闻媒体啊 社交媒体这些反应 还有一系列的统计数据什么的 2021在比赛过程中呢 他实时深入的这种统计分析也更加细致了 比赛描述不再像以前那么一看 就是甲大空的这个模板化的东西 他增加了这个比方说射门的统计图啊 场上的位置的热力图啊 这些visualization的这种视觉效果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然后呢 而且更加细致的 比方说你想看每一个球员的表现 在这种比方临场判断 他的现在的状况啊 或者是不是要把它换下来 或者他目前是怎么个具体的情况 在场上的实时的这种状态 你都可以去通过这些数据来去分析 2021中有球探系统也有这个比较大的改进 因为球队建设也是这个2021版的这个游戏的主打 比方说他球探啊 数据团队啊 这些东西的这些方面的联系呢更加紧密了 2021他引进了新的一些员工的一些角色 新的会议还有一些新的互动方式 现在咱们这些玩家可以利用全新的这种招聘会议 然后来增加这个搜索能力 比方说在每一个转回窗口开始之前 然后玩家就会被邀请和俱乐部的这种决策层举行一些会议 然后玩家会得到这种相关员工的建议 比方说需要加强的位置啊 然后他还可以提出一些想法 而且呢你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设置一些球探的一些比较新的任务 那么这些会议他会帮助玩家不断的去思考俱乐部的下一步的行动 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战略 那无论是立即需要的球员还是长期培养年轻球员 玩家都可以从幕后工作人员获得一些帮助和建议 那比如你会得到的信息有某位球员属不属于这种就是不够特别出色 可能在预备队可以打一打 但是在一线队呢他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说呢现在你的阵容缺乏深度 或者说比方说仅仅是合同到期啊外租啊 或者说已经出售球员的一些情况 你都会得到这些方面的信息 这样一来你玩家就可以得到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去了解转会市场的一些情况了 当然你如果使用习惯用这个修改器的话呢就另说了啊 与媒体沟通的功能这次已经是改头换面了 2021改进了媒体见面的方式 新闻发布会显示所有在场的记者的这个名字 它是按这种格子来显示的 你如果单击呢就会把他们的问题 要问的问题给显示出来 然后以及他们对这个咱们玩家的这种看法 那媒体的看法对你作为教练 在球队的董事会啊 或者球迷心中的地位都会有影响 这功能已经不再是这种可顾忌可不顾忌的这种积累功能了 以前的这些东西其实不会影响我们太多 但是呢 这一次我们可以感觉 媒体这方面声音可能 在董事会决策我们的表现评估的时候 可能比重就更高了 游戏的互动被重新设计了 2021中的这种互动交流啊 现在具有更多的目的性了 你想说什么和你想怎么说 这些方式就完全都改变了 新发布会和对话系统不仅得到了完全的重新设计 而且玩家的表达方式也得到重新设计 所以更加的人性化和贴近真实 还有这种新的简短的这种对话模式也被引入了 这是一种怎么说呢 就是属于我们叫他非正式的快速聊天吧 就好比说你在训练场啊 或者说在这个 在某一个楼道里头顺手就抓过来一个球员 然后对他进行一些相关特定的一些主题的一些一两分钟的这种简短对话 就感觉是这个意思 那新功能他还覆盖了一些 比方说你不在俱乐部的一些人 你还可以跟他进行远程对话 比方说你外租到别的球队的球员 还有对手的教练 甚至是去记者 你也可以就有点像感觉是这种 remote conversation 远程的对话 2021他还新增了一些身体姿态的这种表达 他取代了这些年一直在使用的这种表态系统啊 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 玩家你都可以在表态上具有更多的选择 从而具有更多的表现力 比方说玩家你在欢迎一个新签的球员的时候 你可以张开双臂去表达欢迎 那你面对媒体提出一些你感觉不太满意的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摩擦插腰机 对吧 然后玩家可以使用手势来去影响别人的言论 但手势也会影响玩家的性格 以及这种球员和媒体对你的看法 那每个赛季结束后呢 画面都有了补充 以前游戏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说一个赛季草草结束了以后 我们好像第二天马上就要开始准备新赛季的这些东西了 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对我们刚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做一些回顾 那2021它会让玩家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去感受一个赛季下来的收获 这个收获呢 不光是你赢得一个奖杯呀 或者怎么样 甚至于比方说你很艰难的保级了 或者今年比去年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也算是收获 所以在每个赛季的结尾 你可以获得这个赛季的回顾演示的一个文稿 这个文稿呢 就会把你整个这个赛季 你的场内场外的一些亮点全都帮你记录下来 然后呢 在每个赛季结束的时候 假如说你夺得了冠军 他在捧杯的这个画面上 比方登上领奖台呀 还有这种这种无彩的纸线呀 这些东西在球场上看都比以前要要更加好了 赛季结束时候的评论会汇总玩家和这个玩家的球员 在整个赛季中赢得的所有的奖项 那他这个报告不仅包括了统计信息 还包含各方的意见 社交媒体的反应 新闻摘要和董事会反馈的一些摘要 那你将能真正的能够了解这一个赛季 整个下来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其实我感觉这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不会让玩家觉得 这一个赛季草草就这么结束了 他能让玩家真正的感受到 为了成功而奋斗去努力 对吧 无论结果怎么样 你都应该去享受他 而且站起来欣赏自己的成就 另外呢 2021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改进 比方说球员名单啊 这个仕途有了改进 身体状况显示为绿色黄色红色的心形 还不像以前是这种百分比了 还有这种拇指的图标来表示 这个目前来说的这个状态 敏锐度啊 什么乱七八糟 提高和降低什么的 然后今年据说也得到了 英超莱谢斯特成队的这个版权 但因为我从来不玩英超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感冒 也不是特别了解 具体是怎么情况 最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改进 比方说后台建议 这个也会更加的人性化 比方说你的团队太大了 然后呢你也会收到一方面建议 让你去减少一些这个团队的这个人员 还有比方你违反了比赛规则啊 你的工作人员都会去提醒你 比方说你现在向一个球员保证 如果现在给他打替谱的那个 那个主力球员离开了以后呢 他就会成为常规的首发球员 然后呢在新的这个游戏里头 如果他一个球员参加国际比赛 长途跋涉对一个球员的状况的影响 可以体现出来 然后你可以去跟一个球员 去谈论他退休以后的角色的选择 比方说助理啊 或者说这个分析师之类的 好基本上呢 这个视频就难括了 我现在收集到的一些2021的一些新的情况 那么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关注吧 妈妈吧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按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